行了 除了不做家务台又什么呀 当时就是我父母特别反对嘛 他小心眼 他特别激愁 就是他就不想 为了我去怎么缓和我父母的关系 就是每次都是我买好礼物 就带好东西 然后去哄他 还有哄他半天 哄他干嘛呢 就让他给我回家呀 他小心眼 他激愁 你说那个回家 平时你自己回家就得了吧 非追着我干嘛 让我干 就是小心眼 就是因为我就是父母 当时不注意的时候 你就不高兴 就因为我父母啊 就不就刚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嘛 就因为这个 我父母就凭我有半年的时间 就不怎么见面 然后就是我就是为了缓和 然后我带他回家 这父母 这就是这半年 我父母对他就是财富的点认可 认可他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 现在就是认为他就是说 对我好呀 但是其实那都是表面的 等于你自己伪装 对 然后让他去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父母就根本不知道 就是他就是从来都不照顾我 你就是说 你就是我现在就做 就都我不高兴了 他还说给我要个孩子 你说我都过来都不快乐 你说我带我一个孩子 我不得产后欲欲吗 你特想要 你说我三十多的人了 你说我现在没有孩子 还等到什么时候要呀 那得对于好啊 他平时他就是这样 他就跟一个妹葫芦似的 没他都自己都是我自己在说 他平时就一句话他都不给我交流 不是你你接慢点他就说了 你接的太快了 他插不了嘴 为什么又想要孩子又不对老婆好呢 那我一跟他说要孩子他就说 等他工作稳定了带要孩子 我说你等你工作稳定了我都多大了呀 哦 你急这个是吧 那你没提要孩子这件事之前 为什么把人娶回家之后也不对人好呢 我 就是你累是吧 那你娶媳妇是干嘛的呢 洗衣做饭 洗衣做饭加生娃是吧 是这意思吧 那你需要为洗衣做饭加生娃的这个媳妇做什么呢 去呵护她包容她 你呵护了吗 没有 包容了吗 没有 所以人家不生娃嘛 不是很简单嘛 对吧 你把这事弄清楚 不急啊 慢慢慢慢说 现在最大的冲突是他想要孩子你不想要 是吧 对 还有别的矛盾和冲突吗 有啊 毕竟我比他小十岁 过情人节啊 过生日啊 我总算就是浪漫一下嘛 我都会送他礼物 但是他从来就一件礼物都没有送给过过 这个有很多人说形式主义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需要一些仪式化的东西 至少是说 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 我心里是有他的 所以才会想到嘛 你是怎么想的呢 兄弟 挣的钱你拿着呢 你想买什么 自己去买 干嘛 非要拽着我去啊 所有的钱都上交给他了 是吗 那你不是有零花墙吗 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惊喜吗 还会要是想到一人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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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